對於穿輸在災難現場的搜救犬 大家一定都有印象 但訓練搜救犬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這群人 就沒有訓練合格的搜救犬 這些幕後英雄就是靈犬猿 每一隻搜救犬 都經過靈犬猿嚴謹的訓練 想知道靈犬猿怎麼訓練搜救犬嗎 快跟著我一起去了解 你好 我是張士堂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到這個 搜救犬的訓練基地 最主要呢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呢 就是要了解搜救犬是如何訓練的 還有他們生活在什麼樣的一個地方 有靈犬猿的訓練才會有搜救犬 那靈犬猿通常是要做什麼事情 靈犬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一方面是要豢養搜救犬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訓練他們 第三個呢 我們也是搜救隊的成員之一 然後我們也會參與 就是國內或國外的救災工作 一隻狗它要變成一隻搜救犬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第一個就是它有非常強 適應環境能力 第二個呢 是要它有非常高的工作欲望 工作動能 第三呢 它要對人非常的親和 才能成為搜救犬 我對你們的職業越來越好奇了 我們可以趕快開始嗎 好啊 那我們一起進去看看吧 好 OK 走 來 請教開始 請那個洪林 你要宣傳一下昨天的功能 請教的全名叫做請錢教育 這可是搜救隊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 用意在於提醒同仁每日工作 以及任務執行的注意事項 也能將政策確實不答 和推動給大家知道 但結束請教後要注意什麼呢 跟著金龍叔叔就知道啦 耶 我今天終於看到狗狗的大明星EVA了 我今天是最新組 耶 金龍叔叔 EVA是什麼時候加入你們搜救隊的啊 他原本是海關搜救犬的實習生 自習過程中可能工作表現沒有那麼理想 於是他就先暫時先退起來 但是我們不適合的狗呢 我們會再去篩選一次看哪一些狗 適合當搜救犬 於是EVA就被我們挑來當搜救犬 哇 EVA那麼厲害還不能當搜救犬 狗狗它的個性跟能力不一樣 不見得每個狗狗都適合當搜救犬或搜救犬 那EVA一開始就那麼厲害了嗎 他剛來的時候27公斤 27公斤 然後很胖然後體力又不好 體力啊或是他太胖這種事情 都可以後天去訓練 真正重要的就是 他的適應環境能力跟工作能力 還有對人的親和度 它是一個搜救犬最重要的事情 金龍叔叔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會發現 其實這一隻狗不太適合當搜救犬 其實我們很常發生這種事情 當搜救犬如果 他雖然說能力很強 然後適應環境能力也很好 但是訓練期間其實可能會發生其他的問題 或是他的身體狀況不適合 像我們又曾經就是有一隻狗狗 他在之前就已經受過傷了 然後進來的時候 等到他很強烈的訓練之後才發現 他的身體上有問題 四隻腳遁了兩隻腳近 蛤 對 或是有一些狗剛進來的時候 比如說他 他雖然說能力很強 但是他的髖關節不好 也有可能是心理因素 也有可能是身體因素 然後被我們淘汰的工作也有很多 叔叔 那你一開始為什麼會踏入林犬員這個工作 你又做了多久啊 我已經做了將近快二十年了 我從民國八十九年開始當林犬員 九二一地震之後 我就加入搜救隊 訓練回來之後 他們又需要訓練搜救犬 我又報名參加 訓練搜救犬的這個 訓練這樣子 然後我本身也很喜歡狗狗 然後剛好這也是符合我的興趣 於是我就這樣子 一路下來就是一直做到了現在 叔叔那你訓練EVA多久了 EVA她 兩歲的時候來到我們的隊長 目前她已經快要六歲了 所以四年了 快將近四年了 然後她再過兩年就要退休了 我們台北市有規定說 七歲就要退休 最多延長到八歲 所以大概她兩歲到八歲 就是她目前的工作年齡 難怪EVA會聽 那麼聽叔叔的話 因為訓練很久 對啊一方面她也是一隻 很優秀的狗狗 叔叔我可不可以也試著訓練EVA 可以啊可是很辛苦喔 就是訓練搜救犬 不管是大太陽或是下雨天 花風下雨的天氣都要訓練 你可以承受得住嗎 一定可以的 訓練大明星我一定是窮之不得 我們一起去吧 好 走 選在某個雨天 我來參與訓練 體驗不管什麼天氣 都不中斷練習的恆星和毅力 雨這麼大 EVA還是奮力地跑在雨中受訓 而金龍叔叔也陪著雷雨 控犬員與搜又犬的辛苦 在這些過程中 真的能逐漸停會感受到 叔叔為什麼要在雨中做訓練啊 其實我們也不能控制天氣 可是這相對來說 我們到災區的時候 也是同樣的狀況 我們不能控制的災區是雨天 大樂天 還是颱風下雨 所以我們任何的情況都要訓練 所以我才說 收救犬也需要非常強的適應能力 叔叔那狗狗受得了嗎 這種天氣 其實狗狗有可能會受不了 但是我們一直觀察狗狗的狀況 要注意牠的身體狀況 也是我們奉取人的責任 跟人一樣牠們也會生病 其實我們也會擔心耶 所以當牠下雨天的時候 我們可能回去的時候 要趕快把牠擦乾 以防牠死神 叔叔那我們也要帶狗狗去避雨嗎 對啊 我覺得牠好像也在那邊待太久了 我們一起帶牠去避雨吧 走 走 盡讓叔叔說 出大太陽的時候可能會很熱 但無論如何 都還是會按照牌店的功課出奇 好險為了顧及受熱犬的體力 專注力 會採取少量多餐的訓練 一次只練習一小段時間 讓EVA和金龍叔叔也能休息一下 才不會被曬暈了 我們已經看過EVA晴天的訓練 跟雨天的訓練 那我們現在要從哪裡開始訓練牠 我可以教你一些服從的口令 好啊 來控制EVA 那會不會變成我被牠控制 有可能 但是我會給你一個秘密武器 什麼秘密武器 就是牠們的薪水 薪水 就是食物 啊 叔叔妳有說過 要愛吃愛娃才能成為收熱犬嗎 對 有牠的話 不行嗎 可以 滿好吃的 有食物的話就可以慢慢引導牠 引導牠之後 牠就會做出你想要的動作 首先呢 我先教你兩個指令 第一個是HILL HILL就是讓牠跟在旁邊的意思 妳講HILL HILL HILL 對 很好很好 做得很好 接下來牠會一直待在你旁邊 然後就開始行走 直走 往三條追走 然後不要 不要覺得很便宜 走你的路就好了 對對對 欸欸欸 正常走就好了 HILL 對很好很好 就是講HILL 很好 牠做得很好就為牠吃東西 不錯不錯 對 因為牠就是 食物的慾望很強 玩具慾望很強 然後牠就很願意為了這些東西 來為你服務 OK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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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妳不需要動 不需要動 對 妳就不用動 完全是牠 完全是牠 牠要想辦法取得你的食物 所以你在需求牠的時候 反而會讓牠覺得 好奇怪 妳的動作很奇怪這樣 對 我剛剛真的覺得換牠在訓練我 辛龍叔叔 為什麼EVA每完成一個指令 你都會給牠鼓勵鼓掌啊 對於狗狗來說 牠想獲得的東西 有可能是食物 有可能是玩具 最想要獲得 有可能是主人的稱讚 所以稱讚對牠來說 也是一種獎勵 因為稱讚已經跟食物或玩具 已經 已經化成等好了 我們只是口頭稱讚差 牠就覺得 欸 我也 我做得很棒 訓練一直搜熱腥 要多久才可以去出一個真正的任務 台北市有規定 是牠要通過 IRO就是 國際搜尋協會的 A級搜尋卷 A級 對 牠才能開始出熱腹 那EVA牠A級了嗎 國際搜尋卷牠有 B級 A級 B級 A級是中間 中間 EVA也是 比A級還要高的B級搜尋卷 喔 B級 那除了剛剛訓練的那些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訓練搜尋卷 是還有敏捷跟體力上的訓練 那敏捷的話 我們會一定用一些器材 來訓練他的敏捷 體力上的訓練 然後我都是帶牠去跑步 蛤 跑步 EVA牠跑得很快嗎 中叔叔 我就不信EVA跑得比我快 等一下我可以看牠賽跑嗎 你可以跟牠比比看 沒有問題的 好啊 今天中叔叔我們要開始比賽了嗎 可以啊 你看到前面那個玩具沒有 等一下我們以那個地方為終點 然後從那地方折返 看誰比較快 嗯 我一定可以贏的 可能喔 EVA也跑得很快喔 不要輸給牠喔 好 OK 我們開始吧 好 GO 啊 啊 什麼 EVA EVA 空 啊 啊 你的速度排得太慢了 真的啊 啊 啊 我們看到的是牠在前面 我在前面 差不多啦 現在呢我們要練習一個 搜救犬搜索的非常基本的一種訓練 我們稱之為肺叫香 讓狗狗知道牠要找到生還者的時候 牠做肺叫反應 然後也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領選員呢知道說 那個受困者在哪裡 所以那邊就是假裝是瓦礫堆 對 然後是一個很基本的訓練 那要什麼訓練 請那個洪林叔叔過去躲 你負責把EVA放出去 讓牠找到洪林叔叔叔 只要負責大聲地喊出 GO FINE 他的名字就是GO FINE 好 好 你不要再 好了嗎 好了 開始吧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GO FINE 對不起 Yes Good girl 洪林叔叔有給EVA看到牠躲進去 那EVA這樣我們就知道 洪林叔叔在裡面了嗎 這樣不是很簡單 你我都會 不管是訓練什麼動物 狗狗 貓 都是從最簡單的開始訓練 接下來就是換很多個廢教箱 接下來就是把廢教箱 移到瓦礫堆上面 甚至我們人類學習 就是從簡單開始到哪 慢慢的去累積牠的經驗 然後這些就是我們跟狗狗溝通的方法 所以這只是第一步而已 對 這只是第一步而已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有其他訓練要做嗎 那接下來我們去另外一個場地 來看看SOGO選更進階的訓練 好 好嗎 OK 我們走吧 今天我們要來練習一下 真正SOGO選搜索的練習狀況 好 那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靈犬員 就是洪林叔叔 洪林叔叔 跟他的SOGO選Rush Rush 對 來吧 比例死狼犬 然後他現在已經快七歲了 今天就是由他來教導我們 怎麼樣搜索 那我們就直接來體驗一下 隱藏者或是受困者的感受吧 好 那待會你就直接去躲 那為了公平己見 我把Rush帶到旁邊 看不到你躲在哪裡 好 那 走 走吧 走 走 來 走 我找了一個隱密的好地方 好不容易躲了進去趴在地上 也請金龍叔叔幫忙用棧板遮蓋起來 我想這樣一定萬無一失 不會被Rush找到啦 去 去找 走 就要這麼簡單 就被Rush發現了 看來我的功力還不夠深厚啊 不過這個瓦利堆訓練場有好多地方可以藏了 跟金龍叔叔商量後 換他出馬 找到一個更不容易被發現的地方 躲起來也遮蓋好 都這麼努力躲貓貓了 我猜這下Rush想找到也沒那麼簡單 好單吧 來 收拳準備封鎖喔 工作人員不用理會潛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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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著Rush跑來跑去 好像找不到金龍叔叔 這次絕對沒問題啦 但狗狗還是把隱藏者找出來了 聽到Rush的廢聲 我就知道想逃過他的鼻子 沒那麼容易啊 Rush 走 走 等一下 有人嗎 什麼 有 等一下 抱歉患者 Rush好強 真的能迅速找到受困者耶 神菌 所以他們吃飯的時候還要吃藥 對 跟那個小嬰兒一樣 除了訓練 關心受熱犬的各種狀態和需求 也是控犬員很重要的工作 像是現在 金龍叔叔就知道 該吃飯囉 也因為收熱犬運動量很大 除了飼料外 還會添加營養保健品照顧他們 吃東西的時候比較不會那麼乾 把這些食物混合 就可以準備餵食了 為什麼那麼一直叫 大家真的都餓了 看到食物大聲的廢叫 也很迅速地把自己的糧食吃掉 等到他們吃完 把盆子洗乾淨收好 才算完成了餵食的任務喔 市場你在偷懶喔 不是啦 我是在看林犬員 跟Social犬員的影片 金龍叔叔 如果有一天他EVA退休的話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他離開我當然也會難過 但是其實另外一方面也替他開心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台北市有 寄養家庭的制度 對 然後他到寄養家庭的時候 就是百分之百就是當一條狗 他不會再做搜救犬 退休搜救 而且我們目前的寄養家庭 對我們的搜救 退休搜救犬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到寄養家庭的時候 其實是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 都會只注意到搜救犬的表現 其實背後林犬員的工作 也相當的重要 林犬員在搜救犬的合作方面 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搜救犬到災區的時候 有時候狗不會反應 但是林犬員可以從狗狗的反應 去判斷說 哪邊有可能會有受困者在裡面 然後一方面在災區 也可能為了要保護狗狗的安全 引導狗狗去工作 都是林犬員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你成為林犬員這麼久了 你有沒有什麼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們去伊朗救災的時候 伊朗 這是伊朗的巴姆城 當時是我的第一隻搜救犬 而且當時我們搜索了很久 好幾天的時間 可是當時因為台灣的搜救犬很少 所以那時候出國 只有三隻搜救犬出去 而且三隻都被拍在不同的隊伍區 所以一隻狗狗 有時候要工作一整天 可是狗狗就像是小朋友一樣 牠沒有辦法一直工作 其實我知道狗狗已經到達極限 因為在災區的話 就是當狗狗說這邊都沒有人的時候 大範圍開玩的時候 其實自己的壓力是很大的 其實當時你是心裡很害怕說 到底我的狗狗的能力有沒有那麼強 能夠確認說整個場地都沒有人 其實心裡是有點緊張的 那有沒有狗狗受傷過 有啊 其實狗狗在 不管是訓練或是在戰難現場 受傷的機會是很大的 像伊朗去比如說 花蓮或是台南的救災工作的時候 其實牠身上都有 現場如果有玻璃碎片 或其他的鐵釘之方面的 一切危險物品的時候 我們也盡量避免帶牠去危險的地方 叔叔 那你對這份林泉的工作 有什麼期許啊 其實這個滿矛盾的 我希望我們總有一天會派上用場 但是又不希望事情發生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工作是 對救難體系是有幫助的 嗯 叔叔很懂你的矛盾耶 那謝謝叔叔 今天讓我體驗林泉源的一天 那我跟Eva也算是下班了吧 我可以跟他玩呢 很歡迎啊 可以了 我們一起去玩吧 好 好 好